就是說蠻粗類旁通的部分就是會懂得利用 Lookup 特別有那個Lookup 函數 它就是查詢的時候不一定你的 還沒切到 再切一下 OK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編號沒有在第一欄的話也沒關係 你在別欄 Lookup 它不限定一定在前面 但ビート函數一定要在前面 這個概念可能要清楚 第二個就是index 我剛好提到就是因為剛好我現在查詢的編號007 剛好跟它的那個就是它這個範圍的順序剛好一致 也就是說剛好這個range的第幾列 剛好1就剛好編號1 2剛好就編號2 可是如果說將來你的那個範圍 剛好就是沒有辦法這麼match 所以你有說要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也許你在旁邊練習 插入函數 必須跟index 配合的常常會是哪一個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index下面有個叫做match函數 那這個match函數 意思就是說我要幫你找資料 找到之後告訴你說返環告訴你說在第幾列 在第幾列剛好就是羅蘭伯要的訊息 所以特別注意如果未來 剛好也許後面我們剛剛有沒有找類似的那種範圍 如果有那我們來練習看看 那match的話怎麼使用按確定之後 第一個lookup value有沒有發現很多那個查詢 檢視的相關的函數 有沒有像lookup value Viru函數也是 第一個就是查 lookup value指的是查什麼東西 問題 question 請問一下你要查什麼 我要查007這個編號 第二個問題是lookup array 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請問一下你要在哪個範圍幫你找啊 我要在編號的這個範圍裡面幫你找 也就是說呢 他的這個概念是這樣 找用去哪邊找 去這邊找 所以他會1一直找一直找 找到他之後的話 因為他一直往下數 1 2 3 4 5 6 7 剛好就是這個範圍的第七列的意思 ok 特別重要match到了 他會返環給你就是7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就是7了 所以意思就是他一直往下數 數到第幾個的意思 反正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個 還有呢 第三個問題是match type match type其實跟那個 vlookup函數的最下面那個很像 如果是0 就要找完全一樣的 就是007 你就是要一模一樣的007 才ok 但是呢 如果你用1的話 就是找接近的 如果你找不到007 那你就帶006 或008給我 不過特別注意喔 他跟那個vlook函數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 那個vlook函數呢 0是找完全一樣 1是找接近的 但是他多一個-1喔 這個其實就是vlook函數跟match的不一樣 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用1的話指的是 如果你要找接近的 比如說007沒有 1的話是往下找 找小的 他會找到006 ok如果你是-1的話 那他會找大的 ok 他會找到008 那這個是 那個哦 vlook函數跟match函數最大的差異喔 ok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喔 但是vlook函數沒有-1喔 所以呢 vlook函數只會找最接近 但是會找小的 即便你最接近 但是比他大 他還是不算最接近喔 所以這個概念要有 因為有很多地方喔 都是關鍵喔 ok 所以你這邊按確定 我們用0好了 找完全一樣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他會回來是7 所以其實你可以喔 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把它複製之後 再放到剛剛這個index裡面 的哪一個呢 roll number就可以了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帶 或者你直接這邊貼上剛剛的這個match 其實有沒有也是7 有沒有007 他是比對之後回來7啦 所以當然這個會變得比較複雜啦 但主要我們是讓各位了解 多學一個match函數 因為這一題剛好 他的007剛好第7列 可是以後別的地方 不見得是有這麼 剛好可以找得到的 所以一定要match喔 所以未來喔 以後你們可能會常常看到 index裡面會多一個match 的這個相關的訊息喔 ok 那因為剛好我要特別講這些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在那個youtube上面放的影片裡面 我發現以前剛好講到 index加match的這個影片 觀看次數喔 突然增加非常的多 顯現大家對這個函數是有需求 但是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 ok 所以我特別把這邊講的比較細一點 主要是給各位了解一下 按確定之後 所以待會來一起 你可以在旁邊做練習 用match 然後呢 再把這個最後的結果 把它複製 貼到這個裡面 roll number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通常喔 假如你用兩個函數 通常會先match做完 再把match的結果貼到index裡面 不過相對的喔 如果這樣比起來喔 這個用match加index喔 跟vital函數比起來 還是比較複雜 可是沒辦法 有些地方真的就沒辦法用vital函數 你就只能用這種方式做喔 所以這個請各位待會可以練習 另外的話呢 請你把剛剛的這個 再換一個 還蠻重要 另外一個 叫indirect indirect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呢 請各位試試看喔 因為這個index函數 到底又有什麼沒有用 啊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這常用啊 沒辦法 所以喔 至少你要有概念 以後如果假如你要查詢的話 一樣在index下面會有index index呢 其實它的很簡單 它這個reference text 就是文字 所以這邊一定要雙引號喔 也就是說你要找的在哪裡呢 我要找的資料在姓名裡面的第七 剛好是這個 007嘛 熊小剛 在b9 可是問題來了喔 特別重要喔 我先點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要先讓各位知道說 如果按確定的話 它會出現牛小剛 但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剛好 因為現在如果變動的話 它不會跟著變動 比如006 它不會跟著變 但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有沒有什麼方式 當上面變動 下面呢 也會跟著變動 那其實這邊可以喔 把這個文字喔 拆成兩邊喔 前面指的是哪一欄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欸 假設向下填滿 可不可以自動變動bc b到f 那你就可以向下填滿之後 好 9的話呢 指的是 這一個工作表裡面的剛好第9列 好 欸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自動產生 自動去變動啊 所以這邊請各位先思考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Inderator 然後index這部分 剛剛有講到match 先試做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Inderator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今天要抓哪一個資料 實際上喔 意思就是 這一個工作表的 哪一個儲存格 其實這個 跟那個VBA裡面的 Range物件還蠻像的 有沒有 Range物件啊 Range不是Range Range B9 那自動就會把B9的資料 自動帶過來了 那其實index 就蠻像 那個VBA裡面的sales 含sales的物件 有沒有sales 它實際上 你會把那個 index它裡面要的資料 實際上就問你說 哪一欄 哪一列哪一欄 剛好先列在欄 跟sales還蠻像的 所以喔 以後的轉換喔 VBA這兩個 其實sales好還是Range 反正就哪一種簡單 就哪一種方法 那我們剛剛做的東西就是 B9 第一個要解決就是 其實喔 它兩個 一個前面是藍的訊息 後面是列的訊息 所以如果我要 向下填滿 能夠自動做出我要的話 當然前面藍的部分要處理 那後面是哪一列 指的是 絕對位置喔 指的是這個 這個工作表的第9列 那第9列 剛好跟編號剛好相差多少 9跟7 相差2嘛 所以呢 我可以用一個訊息 什麼方法呢 就是 我可以在index後面這邊 把9先拿掉 加一個串接符號 串接什麼呢 幫我把007串過來 不過你會發現喔 你如果把007串過來 它是B007 沒有這個東西啊 可是如果我今天把它什麼 加上 因為差2嘛 所以加2 你會發現喔 我把它加了2之後 它會變成9 剛好跟它串在一起 不過有些東西可能想說 老師為什麼串了之後 它本來007 它怎麼會變成 就是特別注意喔 函數或BPA都一樣 只要你一個 一個文字 經過加減乘除之後 eSale都會自動幫你把它轉換成什麼 從文字自動轉成數字 因為 你如果要運算的話呢 文字一定是不能加減乘除 所以這裡面有個概念 就是 eSale會自動幫你轉換 它的資料型態 ok 所以呢 它會遇到加 就自動把007變成7 7再加上2就變成9 9之後呢 那特別注意喔 所以它後面會處理完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它遇到AND的話呢 加了2之後 它會變成9 那9呢 遇到AND它會自動變成 雙引號9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一樣的概念 就是在eSale裡面 它會全部自動幫你轉型 而且是自動判斷的 ok 那這一點 導跟其他的程式不一樣 如果你用寫C C++ Java那些有沒有 根本沒這回事 你形態錯了 你就錯了 你沒有轉型 就是錯了 那 但是呢 ESale 在這部分呢 算是比較自動化吧 它有點比較人性化 但是有個缺點 就是你如果以前有學過那個 其他語言的啊 突然看到這些會頭痛 奇怪 怎麼我沒做 它自動幫我做了 這是它的特性 ok 好了之後的話 我們按確定 你會發現B9 就出現了 所以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A1 吳伯薇自動抓到 2 有沒有 張顯一樣 那實際上意思是說 我自動把這個上面的數字 過來之後加了2 所以自動會找到它對應的位置 好這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呢 如果我希望向下填滿 欸 可是向下填滿 我需要給它什麼東西 B 變成C C 再變成D 才會去抓其他欄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要向下填滿的話 我需要把什麼變更呢 把這個B有沒有 欸 本來是B喔 如果向下拉 它應該要變成 欸 所以剛剛我有特別講過啦 這個概念喔 其實呢 你們可能要了解啦 剛剛提到那個 內瑪的部分喔 那個內瑪呢 其實它的概念呢 在我雲端 或者你 你關鍵是打那個 ASCI就可以了 ASCII 那這個ASCII 其實就美國 他們發明那個電腦的時候 反正我位置 我每個鍵盤都要對應一個位置 這個它設計出來的 所以它要定義喔 以後呢 前面這些呢 就是做什麼什麼用途 比如說呢 它那個 假設你要找什麼 找Enter的話 或者是Backspace Backspace 是它是放在8的位置 前面都控制 一直到哪裡 這邊有符號 所以space是32 所以你用chart32 它就給你一個空白線 那如果給65 那就是A 那我明知道66到69 所以我可以怎麼做呢 在旁邊練習一下 這邊可以用一個chart 在文字裡面 char 那如果說我今天一樣 其實就62 為什麼62呢 因為我們那個要得到B 所以加上Rule 那Rule剛好它的位置是4 所以62加4 剛好就得到B 因為加起來剛好66 OK 所以我要加起來剛好66 所以我用這種方式 自己先把公式做出來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因為如果這個函數 有個特性 就是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怎麼樣 加1 所以加了1之後呢 66就變67 就抓到C D E F 所以剛好我們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特性 按確定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BC D E OK 那所以再來下一步呢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把它複製一下 放到哪裡呢 其實就放在 這一個剛剛的B 雙引號這個地方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有沒有 剛剛那個chart 這個放前面 那放前面因為得到是B 所以B在串後面的7 不是 7加2 9 所以B9 然後呢把它打勾一下 那向下填滿 因為它會自動抓到BCDE 所以 還有一個 就是這個H3可能要什麼 加一個錢的符號 不然它會自動會化 就是變成下面的位 然後向下填滿 放開 張賢雅 它的橫向資料 沒錯 所以你向下再換一個 其他都OK了 所以呢 我們剛剛主要的練習 就是在減四語參照裡面 把那個最重要 你一定要知道的相關函數 包含什麼呢 包含像V段數我想應該大家都會 lookup函數 index函數 那我們多一個match match函數 這個兩個會互相搭配 那個index就會跟什麼呢 跟chart函數 chart ok 所以這邊的話 互相搭配一下 那後面的練習 我們都會利用這些 再靈活的應用 所以如果你做完這些之後 再來想想看 其實這邊應該還有一個 就是這邊改成VBA 如果我今天喔 我不要用函數 這邊都不一樣 那我用什麼方式 當我向下點它一下 自動用VBA 幫我把資料帶過來 那用一個最簡單的概念 前面都有寫過 就是你可以什麼 for i 等於3到10 然後呢 當它裡面有變更的時候 我去把如果A欄一樣的話 這一個就幫我把它帶 它的B欄 這個就幫我把它帶 它的C欄 有沒有 同一列的 好像前面有類似的東西喔 所以這邊的話 但是VBA可能我們前面 只有講一個sub 需要一個按鈕 就是它變換按下去 自動帶過來 按下去自動 但如果說我今天不要按按鈕 這個不要了 而是當這個儲存格有變動的話 自動幫我去執行一個程序的話 這要怎麼做啦 所以這個延伸的部分 請各位先試試看 剛剛動作先 in direct先完成 然後呢 再想想看VBA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反正我們這邊的練習 主要呢 就是針對那個檢視相關的函數 這些函數的話 將來你如果要把ESEL當資料庫來存取的話 要查資料都會用到類似的函數來解決問題 再來當然如果你不用函數的話 也可以用VBA 不過這個VBA要怎麼寫 這個概念我們前面有寫過 只是說 你要用之前寫過的概念 把它放到這邊也可以一體適用的話 又該需要怎麼做 我想這邊的話還是要動動腦筋 這些東西其實 久了熟了之後 以後你再遇到任何問題 自然而然你就懂得觸類旁通 而且可以馬上見招拆招 那當然要能夠達到見招拆招的前提 還是需要廣泛的去學習 不能說只是一招半 有些同學就只會V的函數 所以他最後也只會用 其他呢 遇到問題不會就沒招了 或者是說你不會寫VBA 以前只會錄字聚集 如果錄字聚集出現問題 也沒招了 那怎麼辦 就剩下土法鏈鋼了 所以變成最後呢 還是用人工來做 做比較沒效率的事情 所以盡量 當然如果你能夠全盤的 去有系統的學習 那我想應該以後用這個Excel 就會非常的 應該是得心應手 而且真的是左右逢源 因為我發現大部分同學 提出來的問題 當然叫我來看都算小Case 可是他們的問題都是 很多細節都沒掌握到 所以變成說 有些應該做沒錯的 這個我想盡量還是能夠 比較完整的學習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那幾個重要的 減視率參照函數先試做看看 如果有時間再把VBA部分 也試做看看喔